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美成这样的妮妃却还一直调侃自己是全家最丑 本来小巴哥是不信的 但是在看了刘亦菲妈妈年轻时跳古典舞的视频之后 小巴哥只想给这一架子强大的基因趴下唱征服啊 跨国CP于小光和邱慈炫夫妻俩一直专注于花式发糖和约克莱单身狗 在俩人参加的最新一期综艺节目里 小两口又解锁了吃醋秀恩爱新姿势 坐在演播室里的邱慈炫 一看到老公于小光在片场和女演员拍摄逆外亲热系的画面 瞬间脸色严峻起来 咬着牙蹦出一句 更发出一记白眼警报 但猝不过三秒 于小光头号迷妹邱慈炫 瞬间又变成炫夫狂魔 骄傲地向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介绍自己老公的角色 不管是吃醋还是炫耀 绝对都包含着邱慈炫 于小光这对小两口浓浓的爱意 当得知老婆即将来探班时 于小光的表情是这样的 当得知航班取消时 邱慈炫的表情是这样的 期待时的傻瓜微笑 失望时的一声叹息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你们俩简直是小别赛初恋呢 说起互怼互黑 但更互爱的圈中姐妹花 大秘密和周笔畅 算是瓜友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段了 早前为了给闺蜜BB宣传演唱会 秘密爱搞怪的少女秘 就直接在化妆简里 头顶假发 手拿假话筒 卖力假唱了一首BB的对嘴 面对笑到颤抖的化妆师 杨慈面不改色 一会儿轻撩长发 一会儿自我陶醉 完全陷入对好友的超级模仿中 然而沉浸在自嗨当中的秘密 却挫不及防遭遇了化妆师的一记暴击 当场就蒙圈了 好在你秘反应神速 蒙了一秒之后 赶紧两三下又抓出了新发型 更摆出了几个妩媚的pose 并对着镜头 送出一记得意的小眼神 除了力挽狂澜旧发型 大秘密也没忘记一旁笑话的化妆师 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之后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 又继续震惊演出 坚持把整首歌对嘴完毕 不知BB看到这个用生命来模仿自己的损友时 是会感动呢 还是感动呢 日前在真人秀节目中 潘伟博正式求爱无心了 乃门的少女星有没有炸裂 要说咱无心小姐姐的男神原是一直好到爆啊 之前曾为吴亦凡张汉两大男神壁东 还有过和李峰熊抱的画面 怪不得女星有着直男展的称号 但其实啊有着软妹外在的新星 他自己才是个真直男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让头条君告诉你 有多少朋友决心不在粉丝屁 却还是掉进吴亦凶的坑里 我们相爱把播了酒切 无心和潘伟博的感情终于在尬聊中升温 在打脸中擦出高压点 潘帅唱着爱上未来的你对无心表白 甜的网友们的少女心炸成烟花 网友一边撒花狂喊在一起 一边感叹 欣欣收割的男神又多了一位 毕竟在此之前 桂圈就一直流传着无心直男展的传说 被张汉吴亦凡壁东 李峰搂着他唱歌 周杰伦为他弹钢琴 郑融合给他当导游 李中硕与他共享烛光晚餐 大玩起面包kiss 还跟宋仲基重现太后经典桥段 奶门蛋球男神一撩的少女梦 全被无心实现了 可实际上 在面对这些令人羡慕的小粉红时 这个头顶直男展 男神收割机等关怀的girl 她本人才是一枚妥妥的24K真直男呢 回放以上瞬间不难发现 凡是粉红泡泡的画面 几乎都归功于男神主动出击 无心既不会放手开撩 也接受不到对方抛来的拳拳爱意 有时候还会亲自下手拆CP 面对早些年节目组给自己 快本林志玲的定位 完全不是这露出的拟心 更是每天修炼的吸引心火 前几年大本营给我的定位是林志玲 您确定是大本营给你的定位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小公主 我说话要点啊 然后就在网上百度 女生装可爱的动作 出来在家练 在家练 真的在家练 我没有办法 我那时候有很著名的几个动作 只是网上的卖萌大法是电力十足的 无心这直能是僵硬的现学现用 却是跑偏的 没撩到男神还遭到灵魂暴击 心疼心解一分钟 既不会放咽 也不会撩汗的无心 在相爱吧里更把直男界最大的弱点之一 尬聊带到节目里 不是耿直的扎心 就是一秒破坏小暧昧 对于无心抛出的年龄身材 这些敏感话题 米丽潘帅在内心深处 分分钟哭成一个200多斤的孩子 泳池那个时候是最胖的吗 你是我儿时的偶像吗 我是你儿时的偶像 我们只差三年 有一点年纪是要泡脚的 是我跟你讲啊 异胖体质是要泡脚 这样吗 不是不是 小胖 谁 你 你 你不要人 你不要大家 潘伟伯回首往昔 把自己塑造成纯情薄异的关键时刻 洞察一切的逆心 毫不留情地拆穿她的情史 惊得潘帅碰掉了自己的麦克风 一句话就被吓蒙 你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好像知道 主动出击失业 尬聊功力无敌的新姐 接受起撩的讯号 也经常性断网 毅凡必动无心 承诺我养你 新姐一句话就把女友味 升级到神尘的母爱 也许我也可以养你 你知道她走过来 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就想 我以后儿子要是长这样 该多好 潘帅送给吴欣的情侣手链 转眼就被她忘记 潘帅送她的蓝牙播放器 也被你心无情拒绝了 对不起 听音乐 我只用手机 这个 你在楼上 其实那个音效不会太好 因为我们在做音乐 都是希望是 要被整个听到 连环绕都要听到 主要是我听不出来 那个环绕什么 潘伟博用心营造的 小浪漫小粉红 遇到无心的直男个性 都无一例外地化作泡影 星星 星星 我爸我妈就这么在唱 先吃个早餐吧 快去找一个 她说Kitty的男朋友叫Daniel 嗨Kitty我是Daniel 小姐姐 你对罗曼蒂哥的破坏力 完全不输合武器 玩的一手好浪漫 却四处碰壁的盘帅 得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然而恋爱中的泥石流 还远不止上面这些 宅穿地心 也被无心全方位的修了一遍 没工作时 她无妆发无社交深度窄 不修蝙蝠百分百原生态 就连被攀帅拉起来看球 也保持了最原始的起床状态 吃饭靠外卖 购物上某宝 堆积成衫的包裹 险些让快递小哥 把你心当成网购店主 直男的宅男浑然一体 我一定是独居的那种性格 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 大家一起去 基本上我是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我非常想象自己一个人的那个世界 我家里非常多爱 然后我只有那个沙发 有一个脚可以带人 那个快递给我送快递 她没扔出来 然后她就这样的说 小姑娘做淘宝的吧 新鲜是我看过最宅 真宅到家 除了宅 吴欣还传承了甘物女的神经大条 和曹汉子思维 给攀帅的见面礼 是老大爷同款泡脚粉 时刻准备给对方卖个安利 但虽说直男气满满 但你心凭借耿直真实不做作的画风 也收获了一众粉丝的好感度 大呼这雨撩绝缘的样子 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那么正在看头条军的你 有没有也从无心小姐姐的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观看节目后请给我们留言 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 那尾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明天早上七点咱们再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传说 此句写在你